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悠闲无所打造的免费移民制作节目 严师粗糕图 我是小妍 那最近呢 可能有些小伙伴很久没有看到我了 哎 是的 最近确实比较忙 要忙于其他事情 然后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跟聊天 那也甚至有很多小伙伴问 哎 老师 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品啊 或者哎 怎么好像最近出的新品感觉不 不怎么好喝呢 那我很想跟大家讲 好喝与不好喝 在于一个人的观念之差 有机会在沿海城市 大家会觉得好喝 但可能在内地城市觉得不好喝 那甚至老师觉得好喝 未必你们觉得好喝 你们觉得好喝 老师也未必觉得好喝 所以呢 我们在分享是一些产品的时候 你们认为OK 你们可以上 你们认为不OK 你们可以举一反三 不要那么死板 那可以把里面的水果更换一下 或者把里面的茶更换一下 甚至可以把小小的配比微调一下下 如果大家想要学系统的一个产品制作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优先屋的课堂哦 好 废话也讲了 广告也卖了 哎 还是来分享一下这款乐乐火龙果 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呢 中间有些什么细节啊 还有配方是怎么啊 你们最关心的都会放在片尾 来一起看一下怎么操作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这款乐乐火龙果 那这款乐乐火龙果呢 其实是用到我们的芭乐 配搭上我们的火龙果的 我们火龙果呢 单吃的时候都其实有股闷味 又没什么味道 那所有打成的饮品都不太好喝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配搭上我们的芭乐 那刚好这个芭乐呢 它味道又不会特别重 不会又抢掉那个火龙果的味道 甚至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单止有水果的味道 那我们还放到了我们的毛风茉莉 一起来搭配 那我们这款毛风茉莉呢 它的整个口感是比较清新淡雅的 同时它是没有香精的情况之下呢 然后配搭我们的芭乐跟火龙果 又不会掩盖它的整个风味 让它口感会非常的舒服 好了 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这次会用到我们这个 最近比较流行的瓶子 来装这款饮品的 让它又好看又好喝 然后又好玩 那我们现在呢 在瓶子的底下呢 去先放入我们这个 红火龙果肉 然后现在把它捣碎 让它有脏的感觉 然后第二步呢 把我们的番茉柳 就是我们的芭乐呢 放进去 然后跟我们的毛风茉莉茶汤 还有冰块 还有我们的冰糖浆 一起打成沙冰状态 好 茶汤 有 有 悠闲壶的冰糖浆 然后现在把我们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 要一起打碎 现在最后倒入我们 打碎的红火龙果肉当中就OK了 如果你们想要它分层明显 可以用一个八勺把它垫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是特意让它看起来有脏的感觉 好了 我们现在的热热火龙果呢 已经做完了 那有几个小细节呢 大家要记得的 第一个 我想要沙冰这个状态比较漂亮的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食材都必须要冷藏过 让它比较够冷的情况之下 才能出这样效果 那第二个 我们是刻意呢 没有把它垫着 然后让它这样子 有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特别漂亮 如果你们想要比较规则 分层比较明显 就用八勺垫一下 那同时配方 其实就是50克的红火龙果肉 然后再加上我们120克的拔肋肉 还有最重要我们200毫升的毛峰茉莉茶汤 还有我们悠闲湖的冰糖浆 还有冰块一起打油 那最后面这个出品就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个知识 或者系统学习产品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悠闲湖的一个课程 那记得有疑问 关注我们悠闲湖的公众号 要给我们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快点啊 快点拍啊 马上变情况了 做完了快快快 来来来来 我 我的脖子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脖子是脖子 蛤 我 怕 我 怕 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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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